早上有同學來問我C語言該怎麼繼續學下去 C++應該怎麼繼續學下去 如果你現在C斷掉的話 其實你有沒有主力語言 每一個程式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主力語言 如果你沒有主力語言的話 代表你應該沒學好 你應該不夠專業 如果你的主力語言是C和C++ 那通常代表了一件事情 你走的領域是系統程式 走的領域是嵌入式系統之類的 你的主力語言才會是C和C++ 否則的話 你的主力語言不應該會是C++ 如果你今天走的是網站設計 你的主力語言可能是JavaScript 你可能是用Node.js 或者是你可能是用Ruby 你很熟Ruby on Rails 或者是你使用的是Python 但是呢 你所使用的Web Server是Django 或者是你使用的是PHP 或者是你使用的是PHP 如果你今天是做Web 可能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做APP 那有可能你的主力語言是Java 因為你所使用的平台是Android 如果你是做iOS的APP 那你的主力語言可能是Swift 如果你希望說我用一種語言 就可以盡量的做到多的事情 那你可能可以用JavaScript去寫APP 因為有一種平台叫做PhoneGap 它可以讓你用Web的寫法 一次發布七種平台的APP 那到底你接下來的主力語言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有主力語言 基本上你不可能學得好 你不可能在某個方面很專業 那現在就有一個迷思 一直有個迷思 同學會來問我 C++可以做什麼 如果你今天不走系統程式 不走作業系統 C++確實不能做什麼 不走遷入式系統 C++確實不能做什麼 學C++就是為了要走遷入式系統 走作業系統 走這種系統程的東西 你不會用C來做WebAPP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運行的 你用C來做Game 那Unity有支援這種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每一種東西適合的不一樣 這個領域產業已經很大 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你不可能全包 在不可能全包的情況之下 你又沒有主力語言 那你根本就沒有專業 所以今天 今天 你如果 你的主力語言就是C 那我非常建議你做這件事 什麼事呢 這期的雜誌 我們再寫這個主題 像翟瑟夫學 Ruby Jit 坎派的設計 Jeser夫是誰 基本上 在台灣的城市領域 大部分的人會認識 Jeser 那因為 因為他 在系統層 系統層次上面 下了非常多的力氣 而且他現在在城大開課 那天 他說他正在做這個東西 我就請他說 那你這個東西 放到Github或者是 開放原始碼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通知我 後來他就真的 在Facebook上面特別通知我 OK 那我就去看 我覺得 這個範例非常棒 超棒的一個範例 所以 我就拿他來當這一期的雜誌內容 那這個是立即編譯技術 什麼叫立即編譯技術 立即編譯技術 Jit Just-in-time compiler 這個完全是系統層 你要非常熟悉的東西 你才會去做這個東西 你知道像現在的整個資訊工業 分的很多層很多層 每一個公司做的不一樣的東西 那像Google 在裡面扮演了一些很有趣的角色 各位如果有學過Node 你們有上過我的Node的課嗎 還沒 網路程式設計還沒 應該不會開了 所以你們這一屆應該挑掉了 那現在可能要修的話 是回去那個 一年級的程式設計和程式設計進階 才會上到 那現在一年級的程式設計 我就改用JavaSpeed再上 因為我覺得C的門檻 C++的門檻還好 C的門檻已經夠高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本來就是學C的 那你就應該是在系統層上面 用在系統層上面 才是它的強項 那舉個例子 像我們現在所使用的 JavaScript的環境平台 開發環境平台叫Node.js Node.js它裡面 它是執行JavaScript的語言 但是這個JavaScript的語言 背後有一個機制 有一個核心的引擎叫做V8 V8 V8是什麼東西 是Google釋出來的一個JIT JavaScript 很白了 就立即編譯了JavaScript的引擎 這個東西Google釋出來之後 就導致整個Web生態的大改變 Node變成一個很強的東西 因為從前 JavaScript的執行速度很慢 有了V8出來之後 JavaScript變成所有動態語言執行速度最快 所以Node會非要式的成果 JavaScript會再度回來 變成一個非常主流的語言 跟Node很有關係 但是JavaScript本來就佔據了一個很好的地位 就是瀏覽器裡面的唯一語言 Node V8出來之後導致火狐 他們也得開發自己的JIT compiler 或者他的速度不夠快 會被市場整個淘汰掉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些應用的背後 全部都是C 應用是應用 背後全部都是C 這是為什麼C很重要的原因 CC加加很重要的原因 它是系統層的原因 所有系統層的東西 通通都是它建構出來的 那現在有人問 那我C加加應該怎麼繼續寫下去 你沒有接觸系統層 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學什麼 學C和C加加就是為了要做系統層的東西 什麼叫系統層 記得Kanpilot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層工具 另外一個是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本身就是很重要的系統層工具 再來一個是嵌入式 嵌入式領域的話 很多是需要非常系統層的技術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專長 你說我的專長是CC加加語言的話 那代表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走系統層的路 不可能是走別的 幾乎不可能 如果你用C和C加加在走別的路 那真的是奇葩 很奇怪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去 進一步學C元 進一步學C和C加加 你要看人家到底用它來寫什麼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 JSF所寫的Ruby 記得看牌了 Ruby 不是Ruby Ruby on Rail 那個是Ruby 但是這個Ruby是簡化過的 Ruby 所以叫Ruby 為什麼 因為這樣寫出來程式才會比較小 因為它目的是為了上課教學用 但雖然它是上課教學用的 但是這個程式完全是 Open Source的工業等級的那個東西 因為它寫的東西就是 幾乎都是工業等級的東西 所以你去看 寫得很棒 你點進去這一個Github專案裡面 你會看到 OK 這是它全部的Source Code 全部的Source Code 有四個點C檔 和四個點H檔 再來一個MAC File 建置檔 有上過我系統程式的人 應該知道MAC File是什麼 OK 書裡面有講 MAC File 然後就可以把整個專案建置起來 裡面有一些測試程式 像這個DFS.RB FACT.RB 這都是它的Ruby檔案 的程式碼檔案 你可以點進去看 這就是一個小程式碼 它可以被執行 到時候就用這一個系統來執行它 所以這些是測試檔 對它來講是測試檔 對應用程來講就是程式 對 那這樣的這些檔案 你要執行的時候 就用它的GitCompiler去執行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GitCompiler的引擎 這些東西 這些程式碼 如果你看得懂 那就代表你C元有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繼續再往系統層再更深入 因為你看懂人家做的這種東西之後 你就知道C元真的是拿來做什麼用 如果你看不懂 就代表C元還沒到家 現在我給各位看一行Code就好 請問這一行Code是什麼意思 140行 140行的這一行Code是什麼意思 你不用告訴我他語意的內容 你不用告訴我他語意的內容 你看不看得懂這一行Code寫得這麼奇怪 他到底在幹嘛 他寫得很好啊 一目了然啊 可是為什麼要寫這樣一行Code 他這是什麼意思 這裡牽涉到編譯器的一些事情 我先告訴各位 一開始做粗詞化 設定一些詞 再來做Lex Lex就是詞彙解析器 Lexer或者是Tokenizer 把它在我們的系統程式課程的第七章第八章 談到這個主題 先把它詞彙解析 詞彙解析完之後再剖析 剖析完之後產生程式 OK 那輸出 這就是完成了編譯器的動作 但是它這個是一個立即編譯器 也就是JIT 它的動作不一樣 它剖析完之後沒有直接輸出到檔案 它剖析完之後 東西直接塞到記憶體 全部塞到哪個記憶體 塞到這個NTV code裡面 這個NTV code本來是一個資料 但是由於它塞的是機器碼 所以基本上它又是個程式 現在這一行就是把這個塞進去的機器碼拿來當程式執行 就這樣 把它拿來當程式執行 如果你使用解憶的方式在做這件事情 跟它所使用的這種方式在做這件事情 兩個速度會差多少 100倍 一下子就提升了100倍 一下子就提升了100倍 為什麼V8引擎可以一下子把Java 3提升到 變成最快的動態語言 關鍵也就在這 立即編譯技術 那你如果學C還沒看懂這個 代表你還不到位 你如果想走系統程式 請你就把這個東西研究清楚 我這一千行的程式碼 我一定要全部都很懂 你的C語言馬上就會提升到另外一個程式 所以我這一期的雜誌我其實就在寫這個 因為各位知道我一直在編這個雜誌 那這一期的雜誌我就在寫這個 所以我寫它的 怎麼樣編譯執行它 怎麼樣子它的架構原理什麼 它的詞彙解析器怎麼設計原理是什麼 它的剖析器設計原理是什麼 它最後的程式碼產生和執行是怎麼做的 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C語言的很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C語言用來做系統程式 你可以看到C語言其實 如果你要深入的話 你最後一定會碰足而已 這個程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它碰了組合語言 它這裡 這個是C語言 這裡是if 它在處理if的語句 一個像剛剛那個Ruby的if語句 處理完那個條件的部分的時候 它發射了三個機器碼進去 就產生三個機器碼 這三個機器碼 它所代表的指令是CMP EAS0 把EAS暫存器跟0做比較 接下來呢 如果不相等的話 往前跳五個byte 然後呢 接下來再加上一個跳躍指令 JMP 補條件跳躍 就處理完一幅的功能 為什麼往前跳五個 就是為了要跳掉這個JMP指令 跳到JMP的後面 JMP的後面是什麼 就是一幅結束的那個程式碼開頭 OK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程式碼 其實寫得很清楚 很清楚 而且註解也算蠻詳細的 那你如果能夠看懂這個 你去業界做系統程式才有可能 也才不會說 OK 我今天C元我不知道接下來要選什麼 C元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語言 但是它絕對不是拿來寫遊戲 絕對不是拿來寫網頁 它是用來做系統程式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經典的系統程式 它要做模擬那種變數指定 可是又是立即編譯的方式 也就是說最後它是以機器碼的形式在執行 那到底要怎麼做變數指定呢 不好看 但是最後你要看還是看得懂 仔細去看它 你會發現其實它寫的已經夠好 最後其實像它這裡發射了做了幾個事情 假如我今天有一個指令叫做A等於B加5 B加5 那這時候它會執行什麼呢 A等於B加5 我把它弄小一點 在這裡太大 A等於B加5 它會首先去把A的位置找出來 如果A不存在的話 就宣告一個A 接下來呢 去 如果它的指定是 已經宣告過的 而且是痊癒變數的話 OK 那就做這些動作 那如果最後碰到等號 A等於B加5的等號 等號之後不是B加5嗎 B加5要進一步的再做剖析 所以它用REL ESPR 代表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運算式 然後呢 算完之後 接下來呢 它出這樣的一個組合語言指令 運算式的結果 會放在EAS暫存器裡面 為什麼是EAS暫存器 這是X86機器的特性 它的暫存器不叫R1 R2 R3 它叫EAS EBS ECS EDS 這裡牽涉到組合語言的部分 當你發射這樣一個指令之後 它會把EAS暫存器給移到這一個 剛剛所設定的那個全域變數 也就是A裡面 這樣就做完了它整個A等於B加5的動作 所以 所有的 這一個GID compiler的程式碼 裡面最後都是一堆組合語言 機器碼 C元是這樣用 絕對不是用來寫Web應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走系統領域的話 你要向它選 你把這個程式弄懂 你的系統層的程式能力就會光力大增 這個世界現在有太多的開放原始碼的東西 你向那些人學 你就可以學到真的精華的技術 但是真的會走這個領域的同學 這個以我看到的是極少 在我們學校非常少 在台經郊可能還有一些 但是在我們學校非常少 因為這個領域很難走 系統層的東西很難走 而且 三四十歲以上的人 對這一層比你們熟太多 但是不代表你們不應該走 因為 現在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年輕的人都沒有走這裡 所以他留下一個真空狀態 根據豬王理論的話 未來這邊應該 反而會人手不足 因為公司也不希望都聘很多老人 因為老人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是成本過高 他已經做了20年 你只給他22k 對那他可能會想說 算了那我不要做 他跑去別的公司 別的公司也不要他 他最後呢 這個人可能就覺得 算了我自己創業好了 對 啊創業不行呢 算了我做別行 我不要做這樣 因為反正這個行業 有點歧視老人 那 可是 以年輕人而言 能夠做這個行業的 太少太少 所以我認為他會需求不足 應該說 供給不足 錯了 不是需求 會供給不足 那以遊戲領域而言 我認為他會供給過側 需求沒那麼多 所以大概是像這樣 那你如果 那你如果 覺得 有想走 說我C議員到底 應該怎麼學下去 有這個疑問的人 建議你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專案 看看這個程式 那我把 他貼在今天的上課內容的 第一部分 現在你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C議員 是怎麼寫的 看一下C議員到底有什麼用 Git Compire 非常棒的一個主題 雖然跟我們現在的 計算機結構 好像不太符合 因為這個應該是 系統程式的內容 可是 有新的好東西 把系統程式補一下 也是不錯 現在就去看一下 人家寫的程式碼 到底長什麼樣 看不看得懂 現在就去看一下 OK